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血都流不动了 那这样子这种血液的因石要怎么破 那能够挖通血液的是鞭甲 然后用生麻来解读 用鞭甲来挖血液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能够把这个变成果冻状的血再化回来这样子 那这个它里面的方式这个鞭甲 生麻鞭甲是有用的 就是在大发作的时候是可以救到人的 那至于虐病 那虐病的话 各位同学 现在在台湾决击 听说非洲很多 那有些你们要去非洲再来看 那血液血液就是我们现在给我教的 就从性血液通到虚牢都教 那虚牢有很多 我们陆续会接下来 就把它介绍完 那至于说 第十四卷的这个 是一连串的水症 就是咳嗽水影狂汉历节 就咳嗽就蛮多方的 包括这个人肺已经纤维化啊 或怎么样 就是很多很多不同的来路啊 所以不是说咳嗽一个方可以异 那另外呢 水影是什么 就是身体里面有代谢不良的水分 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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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各种各样的水分代谢不良 是很慌很慌的 那等刚讲到这里 接下来这个黄汉 这里如果再转入 黄汉再加虚牢的 就变成立结 就是痛苦 所以本来就代谢不良 加上人又虚了 那这样子就变成痛苦的状况 所以立结是痛苦 因为你的每个观点都会 都会狗咬一样 就是立结 那再来第十五卷是 淤血吐血 流鼻血 下血 就是你全天各种受伤跟喷血的 吐血的这个状况 然后还有窗庸 那这个窗庸就包括了 除了这个外面长的窗之外 也包括里面的庸农 比如说 肠子发年化农 比如说像是 囊肠炎之类的 那至于说这个农 如果已经破开来了 喷出来了 对不起 那个是献胸症 那个在上海里面化 对 那再来胸壁 胸壁就是胸口闷 或者是胸口脚痛 那这个东西呢 包含了 蛮大部分的心脏病 跟一小部分的气痰病 就是很多气痰 是这样子闷着闷着 所以修护篇 它的症状同时 挂到我们现在习惯 出的气痰病 跟心脏病 那它的方子 都有很好的道理在里面 那至于说 第十六卷 这个妇人篇呢 就是这个 女人怀孕要怎么调理啦 然后什么 产后要怎么调理啦 然后平常的怎么样子 但是我总觉得 这个妇人篇 当我们的妇人篇 讲到一般日常的女性 会有病的时候 那个妇人篇很粗 就是怀孕的方 跟产后的方都很细 可是一般女生的方 讲得很粗 我想 难道是因为汉堂的女生 真的不吃胸病的关系吗 所以她们这个 就通通学就好了 就没有太复杂了 可是现在的女生 就病比较复杂了 所以你们如果要学女科 我就说 人类家里的父亲的女科 自己看自己吃 好 那个古代名称看 所以这本书的主要的结构 是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只在这个 沙海六经变队的里面 稍微爬一点 直接感到会入到的方 好 来摸一摸 本来我今天想把麻性甘脂糖浇完 但是 我觉得麻性甘脂糖可以浇完 我可以 再讲几句话都浇完了 就是 因为麻性甘脂糖 没有太复杂的辨证 那趁着小心我汤 在浇的时候 我把麻性甘脂糖看一下 那七之三十二条 因为麻性甘脂糖浇的药味 我们都已经学过了 所以我不需要在他时间讲很好 所以今天 多消一个就算一个 他说 或许是发汗之后 或许是吓过之后 就是 如果你这个人已经发过一次汗 或者是雇用了吓法 那这个病邪呢 该滚蛋的也滚蛋了 那之后就不要再用贵枝汤了 意思就是说已经发挥到了 这个病邪就已经 如果再怎样就别的病了 就不是贵枝汤症了 那 那他的主任是这样子 汗出而喘 无大热症 可以给麻性甘脂糖 那麻性甘脂糖的麻黄 比麻黄汤多一两 多一块 麻黄汤的麻黄是三两还是两 才是比麻黄汤多就对了 然后杏仁的话 少一点点 然后甘草跟石膏 半斤 石膏用半斤 那你撑过来就好了 总而言之就是 麻性甘脂糖的结构很清楚 就是 这个麻黄 可以把肺里面的邪气逼出来 然后这个石膏可以 伴随着麻黄 一方面让麻黄不要太猛 然后一方面把这个 周后的热清掉 然后杏仁的话可以停喘 那也就是说 那如果你要说杏仁 就麻黄是像我们说的 尼泰夏先生说的 就是麻黄把肺里面的气 拔掉 杏仁把气从心那边 递不过来 这样也可以痛 但是 总而言之 麻性甘脂糖的 无大热是什么意思呢 无大热的意思就是 可能有小热 因为我们知道人的肺脏 是比热最低的脏 就是肺只要一点点热 肺就会很热 对不对 所以当你肺里面分热一团 就是如果你的肺里面 有热被包在里面 发不出来的时候 里面肺虽然又燥又热 可是整个人不会发高烧 因为肺的这个热是 不能够带动你全身的热 它是比热比较低的东西 那一团热鞋扔在肺里面 那你就麻黄去把它发出来 那麻性甘脂糖的变证点呢 一方面说汗触而喘 就是至少它是一个 有一点像是汗孔 并没有竖井 因为如果不汗触而喘 这就会回到麻黄汤了 因为麻性甘脂糖 不会像麻黄汤那么厉害 虽然它的麻黄放得比较多 可是麻性甘脂糖不会让人发大汗的 因为麻黄它没有石膏 所以用它去整个人狂汗一下 但是麻性甘脂糖有石膏 它这个麻黄变得很温和 不会害你狂汗 所以麻性甘脂糖跟小伙伴有点像 就是尿解汗解还不一定 但是就算它是汗解也是很轻微的 那它会能够把你的肺里面热血 慢慢散出来 于是呢 你这个喘就停了 那这种喘喘喘喘 其实我说麻性甘脂糖的症状就干咳干咳 它是这种干咳 那另外就是麻性甘脂糖 因为能够清肺的热 所以宁国初年的时候 像什么白猴之类的咽喉肿痛 常常用麻性甘脂糖 也就是麻性甘脂糖 它后来有些发展 虽然它用来清这个 从肺上来的发炎症状 就是什么支气管 也难热性的 那现在我要跟各位谈到辩证点了 就是怎么样的情况 可以断定是麻性甘脂糖症的 首先 这个汗出而转 吴大热但是有小热 小热包含喉咙发炎 但是这个有几个点 就是我说小热可以包含喉咙发炎 可是你不可以因为喉咙发炎 就说一定是麻性甘脂糖 因为扁桃腺发炎常常是什么 少热的病造成的 那个又不是太阳的病 但是麻性甘脂糖 又来退这个 肺到喉咙这一段的炎 是蛮有效的 刚刚这个在发炎 怎么样 OK了吗 很痛 因为我不太 我这些事在敷衍许鹿脂糖 因为它痛了好几天 我就在 就在虎跟朋友跟它回扯 说不定是少热 就去麻性甘脂糖 我也不知道 然后他今天好不容易去拖沉住 叫跟郭师叔借到了一套 然后吃了 OK了 麻性甘脂糖 但是我是说麻性甘脂糖 如果你对症 是那个发炎 就很有效的 就是但是你一定要 但是不对症也没有用 那对症的意思就是 你一定要在肺脉上面 把得到热像 那麻性甘脂糖 症的肺脉的热像是这样的 如果你是喉咙痛的话 你在你的肺脉那边一定会拔得到 有那种一小条特别突出来的 这种尖尖的脉 就是你能够 我们讲支气管炎的人 在肺脉上是拔得到一条支气管 就是一条小小像一条蛇 像蚯蚓那样的脉 尖尖的 那另外如果你不是发炎 而是热分在里面的壳的话 你的肺脉会 因为我们现在台湾人气都蛮虚的 所以肺脉大家都是塌塌的 对不对 大家的肺脉都软软塌塌的 但是你在麻性肺脉症的时候 你的肺脉是像一头包子 或者气球一样 按起来是鼓鼓的有力的 但是又不是所有的脉都有力 如果整条都有力 如果你是白骨糖是别的症 那就是肺的地方那个脉 好像蛮有弹性的 像一个皮球那样 鼓出来的 按起来有手感 就跟你平常把肺脉那种 虚虚的边边的不一样 所以你能够从 那它的脉象 因为肺有热 这个脉一定会偏硕 就是跳动的一定会比较快一点 所以你能够抓紧 这个脉通常会偏快一点 然后肺那边不是有很明显的尖尖的脉 就是整坡是鼓出来的脉 这些这些都确定了 然后你在那边渴落的 你再用麻性肝食汤 就容易有效 好不好 就是变热点心要抓出来 那还有就是你一定知道的是 麻性肝食汤是治疗比较偏干的 如果谈了很多 那种是小青龙汤那边 所以麻性肝食汤 跟小青龙汤这两个领域 我们把它划分开来 而这些都是感冒的时候的 治咳嗽的方 那如果是不感冒的时候咳嗽 那是更有别的方 我们也不要拿伤痕肝食里面 治感冒的方去治咳嗽 平常那种杂病的咳嗽 有杂病的脂肪 所以 因为不用排除病毒 用到就不一样 那今天就把 最基本的麻性肝食汤 叫到这里 那之后 我们再 我们再会把麻性肝食汤 衍生的放在那边 后面分享一下 那 后面要不要问问听 我说这样子的话 像那个 大青龙汤是用来吃那种褐 受到蝗蝗 出气黄很黄 很黄很黄 咖啡色很黄 但是大青龙汤 主要就是 那个渴啊 肝啊 煩燥啊 变成点加特别 可是 我们 我们刚才好像 这个礼拜 像 美龄他就说他在 他在大青龙汤 他真的不 不凡 就是看起来很忧憎现在 就是 心情好像没有那么坏 那边就会觉得 心情太好也不行哦 就是不认得是大青龙汤症 那 但是 大青龙汤比较干 就是 小青龙汤 大青龙汤的症型 是像麻黄汤的症型 而且麻黄汤的症型不干 大青龙汤会很干 大概这样子 那小青龙汤的 狂咳嗽为主症 那麻性肝食汤是 缓为主症 但是一般来讲就该科啦 那 还有没有 对不对 不如说好分别来 请来个 我们讲的众风症 比如说我们讲的伤风 讲的伤风 哦 我们为了伤风 又是我们伤风 只为了众风 就伤于风 被风打众 一样 一样的 那还有没有 老师请问一下 那像狂坛的话 又可以考虑用其他几个方式 谈如果是黄色的话 同学问问如果是黄坛的话 黄坛的话 如果你只说黄坛 而只说太阳天的话 大青龙 小青龙 家卫 麻性肝食 都有可能 那麻性肝食比较坛 不会很明显 但是如果麻性肝食汤 有黄坛的话 肺有热欲在里面的阵 那通常有一个 我看说五五二成汤 他们听过吧 就是他把开坛的药 跟麻性肝食放在一起 就是麻性肝食主要是 肺有热欲在里面 但是有没有谈不在他的考量 如果要打麻性肝食汤 制黄坛的话 你另外在家里去谈谈 主要是清热去掉 那个邪气危机 我真的有没有回答到 那小青龙汤的话 就是说 像刚才讲的那东西 怎么加石膏 对 小青龙汤症也可能有淘汰的 也可能 他把光雅都加 其他两个要 但是都很好 就是黄青啊 极梗啊 什么加一点 那主要是猴震 像我接下来 麻性肝食汤会交多一点 麻性肝食汤的变化 发满什么 银翘散啊什么 治疗这个喉咙发炎的方 但是其实猴震 一定要交完哨音变 才算比较软正 这个光是太阳 不足以盘瓜 所有的猴震 还有呢 这样你画一下可以吗 还是有 不满足的 还可以 好 同学还有要说 请说 老师那个 假例上 你平衡的眼睛 就自己看一眼 那跟西医说的 就像是费积水 哦 就知道你治各种积水的 你哪里有积水 就不妨吃一吃 但是费积水那么严重 我们还是要大小青龙汤 才可以 就是如果你费积水在急诊室 这个 那个是大小青龙汤 但是 你常觉得 好像要费积水 那你不妨理理理理理一下 老师那费积水 到底要选择 用大青龙 小青龙怎么来决定 一般来讲 费积水是小青龙 因为大青龙 不那么直接管道水 因为大小青龙汤 治疑 那个是已经散到手脚了 散到手脚 就是大青龙用发 或者小青龙去轻动 可以 但是如果还期待 这个去动体去快的话 一般是以小青龙汤 你们这样有多人会积水啊 就是 我还没看到过 你们想 那有没有人会这样 有什么大家去积水 要怎么样 其实有些人动的话 我身体会有那种水的感觉 听说有人会有 小青龙汤的人会有 那还有没有 像说的 还有没有什么 没有搞清楚的 我们大家稍微聊一下 因为这件事情也不是 因为你们听不懂 也不是你的错 我这个大小青龙汤 我讲的够乱 就是 差来差去 就是听不懂 不是我们的错 所以 有些事情应该 重新给我们来 反提一下就好了 是不是像那个 提依大早蟹肥湯 提依大早蟹肥湯是怎樣 吃雞首 跟大小雞龍蝦肥湯 變症還是不夠吹噴 那提依大早蟹肥湯是雜病的 小雞龍蝦肥湯是感冒的 但如果你真的要 因為我知道你知道為什麼 就是在雜病的部分 提依大早蟹肥湯 跟小雞龍蝦肥湯的變症點很容易混掉 跟遲早湯很容易混 那這個 你還用嗎 其實提依大早蟹肥湯 或者是造假碗內內的方式 它有很強的東西 不是我們這個飲鎮也不是積水 它的那個東西是有老潭在裡面 那就是另外一個系統的變症點 如果有機會加到咳嗽片 我們再來細加 你的問題非常重要 因為到了咳嗽片 我們還是要面對這個問題 就是怎麼樣去辨別出這個人 是要提依大早蟹肥湯的 這個的確是一個學習上面的難點 你的問題的確是一個 將來我們需要去 再一次去嚴格的問題 然後還有沒有要說的 太輕鬆了 為什麼要叫輕鬆 這樣子 因為這個湯的原始資料 比較像我們今天普通獎益 他說 他說 這個 陽旦 陰旦是聲陽福音 一個是貴之湯 貴之湯 跟劍中湯 一個是 陰旦是黃旗湯 跟台虎湯 那這個 他說一個是以黃旗為主 一個是以台虎為主 他說青龍是因為要宣發以麻黃為主 那白虎是收縱之方 以石膏為主 那這個東西 事實上呢 我們青龍系的要 小青龍 大青龍其實都可以 就是好像 中國人 就是在還沒有這個 輔行局 這個東西 因為這個東西也是近代 才在敦煌出來的嘛 所以這個東西出來 而且大家都喜歡說 因為啊 龍是什麼 行雲不雨之物啊 所以小青龍行的雨 比較少大青龍 比較怎麼樣 但是 實際上 當初取這個名字啊 其實就是 因為 東方的氣是宣發的 所以宣發的藥 因為古代湯奕經法 麻黃並不是我們當作的肺部的藥 麻黃在湯奕經法裡面 這個是 可能是 比較比肝 就是巴的藥 那以宣發來講的話 就像是青龍 這個東方的木氣 然後 所以說白虎呢 比較像是秋天 但用石膏是沒有錯對不對 因為身體在大熱的時候 白虎一來就下天天秋天了 那這個熱就沒有了 所以 那至於說 桌鳥的話 就是滋陰的方 它用雞蛋黃代表它的這個要性 那至於玄武的話 是 溫陽來行走全身的水 所以以父子為主 那我相信這個一定是許許多多的答案裡面 一個很角落的一個答案 但是我們既然有出土文物 我們就依照它的說法好了 好不好 那 因為我不太喜歡跟自己人打架 我跟活人都已經不吵架了 所以我對於這種 出土文物的 就不會表達什麼意見 或者不應該這樣說應該是怎樣 那我通常等一下沒有理解 就是它說了算就好 那這樣子可以嗎 還是你要問的不是這個 可以喔 不好意思喔 因為這個不是我很專業的領域 所以只能夠很延長 拿比較 關鍵性的出土文物 跟大家 大家自己看一下這樣子 那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要說的 你們自己回家 從中醫基礎班 上到今天為止 有瓜哥在家揪穴的人舉手 我看一下 不要說瓜哥有揪過穴道的人 讓我知道一下 喔 還只是沒有過關 還有現在是新來的不算 那你們揪穴有什麼感覺 沒有補到一點啊 其實你們揪穴也不是我教的 有些人早就會了 你們揪穴有什麼感覺 沒有很大的感覺 沒有很大的感覺啊 有揪的 我揪的很久 我揪的很久 我一天揪 我揪的感覺應該要揪一個小時左右吧 有啊 所以你的感覺是怎樣 就比如說 好比說 你如果是一個 本來會月經痛的 那你揪了一個月的三陰交跟雪海 可是你第二個月就不痛了 所以它是有一些療效在那邊 就比如說 比如說 你的胃口消化能力也很差的 那你揪了一個月足三陰 那你的消化能力就會變很好啊 那到底就是有一些療效的 那你們 這是揪安心的是吧 有揪有保閉是吧 那 那有沒有平常在家用藥的問題啊 已經交過的話 有沒有用壞的機 有沒有你們失誤的東西要跟大家談一談 或是不用做了之類的 有沒有揪壞要跟人談一談 都沒有啊 那所以我們要趕快放一些 會心事件的人回家了 那我下課之後說一說 我大家還是會 會陪同學 我們到附近那個什麼 他只是吃一點點宵夜 但如果有同學想要 繼續問我一些問題的話 那我們就去一點 自己吃一點點東西 然後大家可以坐下來說一點話 就這樣子